那再来提到就是在相关排黑条款的例子 那昨天有这个执政党的立委提出了相关排黑条款的 有个相关的版本要把这个学历来去做一个移除 这部分民党团第一时间我们也表达了这个反对 那在持续委员会其实各政党也没有共事 所以目前是暂缓 那我们也是要呼吁执政党不要这个老鹰围果 因为在整个学历这个论文们的风波 其实涉及到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包括在职专班 论文的品质 指导教授的这个相关指导的这个量能等等 应该要来去检讨的是整体机制的问题 而不是说要在准举通报上 把相关的学历来去做一个遮蔽或是移除 这样的部分其实是剥夺了人民资的权利 我想参与公职人员的这个选举 人民必须要有资的权利 公开透明是基本的原本是民主的一个真理 所以这个部分刚刚我们有初步回应 针对这个提案 昨天在程序委员会其实各党里面有共事 那刚刚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讶异 基本上民众党团的态度是反对的 因为我们认为人民有资的权利 公开透明是这个民主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那牌黑条款当时在设定的一个阻止 是要这个枪谷 这些相关的牌黑的一些程序上的一个进行跟管制 但是在学历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知道是因为这次九合余选举 任我们的风暴 也报了这个政治圈的一连串的寒蝉效果 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因焉费 或者是倒果为因 因为这样子的方式 这个事件 这个社会现象应该要检讨的是我们整个教育体制 我们的这个论文审查的体制 还有我们的在职专班 以及我们相关指导教授的这个论文审查的一个品质 我想这个应该要总体的来去做这个检讨 而不是说去把这个学历在全体公报上去做相关的剔除 或者是遮蔽 这样子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是倒果为因 也非常不妥视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民众党的态度是反对的